肖战出来了啊 我天哪 我刚刚上了个卫星期 我录了一下午视频 录了一下午 我的天哪 帅不帅吧 帅不帅这个肖战 上一次的红毯肖战 到今天的红毯肖战已经293天了 这个红毯已经看完了 我觉得这个排位 这个出场顺序特别妙 你们细细品一下 首先最后出来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剧组 是目前大爆剧繁花的剧组 而倒数第二个出来的是肖战 单独一个人单独出来的 所有这样的节目的安排 它一定是有一种寓意的 它不会说随随便便安排 我觉得今年的年度大剧 八九不离十 可能就会颁发给最后出来的这个剧组 繁花剧组 包括最后有本昌老爷子也出来了 而倒数第二个出场的肖战 我之前有一定的推断 我觉得百分之五六十的概率 年度突破男演员会给到肖战 而看完这个出场顺序以后 我的这个判断 百分之七八十有可能会把年度突破 男演员这个奖项会给到肖战 太激动了 太牛了 这个哄弹太有感觉了